我是小宝妹,被两只豹子回首了,还好他们是色盲 地壳有变动,兄弟们,快逃命哦 奇怪了,动物们怎么四处逃命,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看 对了,是灾娜,有灾娜又来了,赶紧找表姐逃命去 好可爱的猴子啊,看我手里吃的是什么呀,想不想尝一尝 奇怪了,他们怎么都逃命去了 我还是睡一觉吧,小表妹你怎么来了 表姐,快逃命吧,动物们都四处逃跑,我预感有灾娜来了 这天气这么晴了,哪来的什么灾难,都快热中暑了 你没法遇到这里一场炎热吗 热,是有点热,这不是夏天快来了吗,还是在雨林里头 小宝妹,你身后,你快看你身后,是岩浆,岩浆来了 这天空怎么都飘着岩浆雨啊,该不会是火山爆发了吧 完了,这下完了,要求不听小而言,这会怎么多了古代 大意了都怪我大意,没事,都说吉人自有天下 像我这样子的吉人一定能够庇佑你的 直到岩浆覆灭 这天空怎么还在不断地降落岩浆泡啊 就剩下脚上了这块土地了,应该能够劝得住的吧 表妹岩浆,岩浆,当心点 好烫好烫,烫死我了 表姐,就点小麦包给我,要死了要死了 赶紧吃赶紧吃 嘿嘿嘿,你别撞我呀 表姐我们穿着回来了,这会怎么办 好了怎么办,天上马上下岩浆了 赶紧快建房子保护自己吧 我先去池塘边,一字谋多福吧 在迷你大陆里,岩浆来了只要遇到水 就能够形成坚固的黑金石 坚硬的程度连核弹来的都无法烘碎 我只要多沉点水 在这河边树霜上开始建个小房子 安全起见,这房子一定要是尖锐型的 这样必于水流流下 完完全全的包裹住房子 到时候火山爆发,只有火山碰上水 坚固无比的房子就能够让我安全的度过火山爆发了 现在我这里头已经成了水天洞了 这炎热的天气凉爽了许多 小白妹,你怎么往火山来了 出去出去,这可容大不像你 表姐,你这智商等着火山在地上摩擦摩擦吧 你智商才低下来,我倒要看看 你见了什么防御火山爆发 天上都下起岩浆雨了 你不会是告诉我 这就是你的杰作吧 木门屋,看火坑很可烟叫 表姐,你就等着的黑金石炮火龙吧 表妹说的很有道理 我必须回去才取行动 在房子中间掏个洞 在这底下再挖个防空洞 烫火炉,我就躲到这地底下 在里面装上小麦 这下子饿不死,可不死 出去外头,静等天上下岩浆 天哪已经开始轰炸了 按照外头的形式 躲在河边的水帘洞 真的是明知之诀 也不知道表妹怎么样了 来来来,眼睛如期而至 我的防空的板奏效了 连走越来越多了 看看屋外的情况 走 炒火了 我的木板怎么炒火了 完了完了 眼睛的温度已经超过耐热程度了 好烫好烫 没想到靠后炉的是我 小手先炒了 呃 好烫好烫室 嗯